三次一间娃娃机店就持撬棒悄悄打打 撬开零钱箱 拖走零钱后转身就走 最后又到新竹县将正台的对比机 直接搬上车扬场而去 警方一查发现他们的小货车也是偷来的 锁定身份在两小时后上前逮人 就他就他就他 大街上演逆追我跑的戏码 但想跟警方比起力根本赢不了 跑走 跑的裤子都掉了 狼狈陆网令人眼见逃不了束手就弃 警方在两人身上搜出四万多元现金 竹仙坦言为了帮女友筹钱才会铤而走陷 另外则是要逮诈骗集团 三名边缘警躲在墙后 匍匐前进抓到空档翻墙抓人 隔壁房男子吓得惊声尖叫 毫无防备下就要被压制 原来被打男子是诈骗集团的车手 拿着骗人的赃款驻旅晚内享受 警方向上追查他们假冒迷人做成文件投资 一页式广告 投资训练货币就能轻松获利等话术 让名富人上当 成功拿到三百多万的赃款 再把镜头转到超商 男子趁电源忙碌伸出第三只手偷做两瓶高粱 警方获报后展开追捕 最后在紧密合作下联手待人 接着叶伟林对宣赞报道 请不吝点赞报道